新闻 爆發話 好 歡迎來 黑人為患立場要不要報仇 沒有 因為剛剛大家在討論這個 為什麼連勝文會這樣子去打柯文哲 其實你看從一開始 沒有 應該分兩個階段來看 因為羅書磊他基本上 他不是連勝文陣營的 可是呢 他不是連勝文陣營的 他是國民黨的立委 而且很可能下一次沒有被提名 所以因為過去這幾年以來 他也被金補充典名 不是很正統的國民黨 那在那一區他上次是只差了不到1%的 民調贏了蔣孝顏 蔣孝顏有個兒子叫蔣萬安 所以現在講說羅書磊現在 面對的是一個萬安演習 他要通過萬安演習 他才能夠下一次繼續被提名 萬安要出來了 國民黨是一定要父傳子嗎 不是 因為 我現在這樣講就是說 因為羅書磊過去的一些談話 跟他炮打中央的這些 的一些言行 對國民黨的黨員來講 是覺得有時候是不是那麼喜歡 比如說你怎麼一天到人在罵主席 在罵政府 所以就覺得他不夠藍 那因為上次蔣孝顏又只輸他一點點 而且也蠻有風度的就退了 所以這一次有可能就是2016的立委 他就沒有辦法被提名區域 更不可能不分區的情況之下 他也要為他自己的提名權做保衛戰 但或許他收到了這樣子的一個爆料 說柯文哲不會開刀 不會裝一個刻模 然後一堆一堆這些帳戶 我其實也有這個 當命跟柯文哲講過就是 你也要去注意就是 可能你沒有注意到的 你在台大有一些你不清楚的敵人 因為羅書磊顯然他有一些 台大的內線提供一些訊息給他 那人家在打的過程當中 講的這些話 你覺得很狠耶 柯文哲覺得很狠耶 他覺得羅書磊講的每一件事情 不會開到還有前MG149 他都覺得很誇張 他說他真的不懂還是故意 但是問題是 你生氣之後 你就有可能在生氣的過程當中 出現對你不利的反應 包含跟記者之間的一些口角衝突 還有你講出來的話 那些東西都會讓柯文哲 他覺得原本的比較中性對他欣賞 就是一個這麼好的醫生的人 可能會因為這樣有點猶豫啦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連勝文這麼有錢 大家都知道 而且知道那麼多年 連家三代 大家都搞不清楚是怎麼樣 從公務員變得那麼有錢 那是連家擺脫不掉的 可是現在柯文哲被打的這個東西 大家講連家擺脫不掉 為什麼也要把 就是說感覺也把連家的錢打成一個 好像他的財產是來的不明不白 為什麼 連家的錢從連戰要選總統開始 就一直沒辦法講清楚 連家的錢是不是來的不明不白 我也看不懂 但是連家不明不白也這麼久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連家已經是一個對 不明不白也好強 有誰會認為連家很清廉 或者是很沒錢 沒有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其實我是覺得說 那就是他們也是真金白銀的財產 可是就被打成是一個不明不白的 真金白銀的來源就不明嘛 因為他不合常理 你三代公務員不可能有這麼多財產 因為他們都沒做生意 對不對 不合常理 所以我意思是說 像柯文哲他在想的問題 像張爺演講的內容 他提出他 我覺得他的演講很感人 可是他的演講 後來他去提說 他要跟連勝文對決嘛 連勝文應該不會跟他對決 當然不會 他說你開Porsche 那些東西都對 而且大家聽了應該有感覺 可是那些東西大家都知道 就是說連勝文這麼奢華 這麼有錢 然後老婆過生日 然後花多少錢 所以你在講其實那個 大家不會說 喔原來連勝文這麼的權貴 不是新的爆料 他就是權貴 但是我覺得 把柯文哲搞激怒有沒有效果 有我覺得有效果 連勝文陣營跟羅水 是分進合集也好 或者是他們分別進行也好 這個動作激怒柯文哲 又或者是讓他講不清楚 包含妹妹的東西 我相信MG149 並沒有什麼貪污 而且到現在為止 你看台大 也沒有任何人說 柯文哲這樣做什麼 沒有台大也出來說 說這個賬戶是不可能的 對 但是工款都是工帳 就不可能有私人 對 柯文哲他做了幾件事情 就是說選舉經費他上網 對不對 過去有人做嗎 沒有 連勝文有做嗎 沒有 這點他就輸了 對不對 到底他收多少錢 他應該要趕快公布 他這波媒體廣告下多少預算 是啊 他的選舉經費沒有公布 對不對 第一個 錢對來 就是他們家的 還是國民黨的 還是財團的 第二個是 個人綜合所得稅 所以 美人說實在 我們的資料 都沒有贏 對不對 他是去找 從民國84年 找到民國102年 為什麼要這樣找 所以18年 證明他是清白 陳醫師 就陳佩琪 他有保留的習慣 好 所以18年出來 最早 一開始的時候 兩個女兒母 五百幾萬 因為夫妻要合併申報 最早是八百七十萬 好 我們不管他多或少 多麼 多麼的坦蕩 對不對 我們家收多少 補稅多少 我都給你知道 而且18年 也沒有給你看 好 再來是 他把報稅資料 扣角平坦全部公開 再來是 MG149 這邊 正義MG149 MG149 他把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劉如懿 劉如懿 讓戶全部公開 然後證明 這個採錢 都沒有進私人口袋 我跟你講 如果這個標準 已經超過我們的法律標準 這種事情應該被鼓勵 不應該被挑剔還是被罵 這是我的看法 那我們現在來看連勝文 所以我們要求連勝文 比照啊 比照啊 你把18年不要講18年了 15年就好 對 不用 也不用 所以胡亂指責他人不乾淨 但自己不敢清楚見人 對不對 好 我們現在來講連勝文 連勝文 按照羅書雷說說 連勝文齁 都在美國都投資基金跟股市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申報 台灣的申報資料 沒有申報資料 不好意思沒有申報資料嗎 有啦 美國是一個有所得就要報稅的國家 對 我們台灣是這樣 我們台灣的證券交易是交交易稅 對 跟手續費 對 台灣沒有證所稅 證所稅現在有也只是那種大戶 對 在美國是有所得課稅 沒有所得你可以 你虧損還可以扣地 對 所以你一定有交易稅 我記得好像民國100年之後 海外 海外所得需要 99年海外所得超過600萬 也要課稅 都要申報 要申報嗎 對 所以我判斷 不只600 我判斷 600要課稅但是你要申報 一定要申報 我這樣講大家都可以檢驗嘛 我判斷他沒有報過 可能只有當幼幼卡公司董事長那段期間有 假定他有報過他就是不敢公開 不然他有什麼不敢公開 我講實在話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再來 昨天這個 蔡正元說 他氣急敗壞 柯文哲氣急敗壞 所以我們不隨之起舞 其實 真正要害怕的應該是蔡正元他們吧 對 對吧 你別人說我們公佈 還跟人說什麼 氣急敗壞 氣急敗壞 你又不敢公佈 不隨之起舞 我們再來看連勝文 連勝文的說法是說 他不會跟進 因為監察院 已經查過他30 已經查過他了 可是監察院沒有查過他 為什麼監察院沒有查過他 因為監察院是用抽查 監察院的抽查 我記得比例都個位數 100個抽沒幾個 連勝文應該是從來沒有被抽過 第一個 第二個是監察院的查 都是查你現在有的財產 對 不是 我剛剛講的 柯文則是公佈他過去的財產 可是監察院只查現在財產 那我們要求的是 連勝文你在選取前 你的財產狀態是怎麼樣 因為你現在要選了 所以什麼 有可能特別去變什麼 變他的財產嘛 規避啦 比較快就放下來了 做什麼有可能是這樣 再來是 這個監察院也不查你財產的來源 對 對不對 柯文則是說 我和我沒有兩個人做醫生二十幾年 所以存這些錢嘛 結果就是來源嘛 那請問 他們家的財產來源他有交代嗎 沒有交代 要怎麼交代 沒有交代嘛 要怎麼交代嘛 再來他又把它歸類 歸為說 我爸爸選總統的時候 阿伯已經查過了 現在是你要選市長 對啊 不是你爸爸要選市長 因為他爸爸要選總統的時候 連勝文已經成年了 對 所以依法根本 連勝文的財產根本不關連戰的事情 沒錯 好 那我現在我來講兩件事 第一個事情是 你知道他們家 常常去住洪喜山莊嗎 洪喜山莊在他們買的時候 應該是李登輝做總統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他們買差不多要八九千萬 但約列那個數 我沒有說很很確確 可是那時候的八九千萬是很貴的 很常貴 在大西啊 也就是說他是個豪宅 對 可是他是用基金會名義買的 對沒錯 但是你家在住啊 對 所以他也不用在名下 所以我們看財產的時候 也看不到他有這個房子 對 我問大家 那他們家的基金會 買多少財產 我們怎麼知道 不知道 你不能查 因為是基金會的 他本來就不需要公布的 對 所以就是方便他隱匿啦 是 好 那這個洪喜的房子 後來他有賣掉 因為什麼 對 後來是被人家抓包 那還是趙少康去揭發 對 趙少康揭發說 你為什麼用基金會名義買 對 我那天聽陳立宏的廣播 陳立宏在綠色和平電台 他說 連勝文在舊金山有一個房子 那個是 為什麼你知道嗎 那個房子原本在連方宇 還是連戰的名下 對 連方宇 因為1993年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一年要申報 那連戰那時候要申報財產 他為了不讓大家知道 或是覺得可能外界的觀感不好 所以當時連勝文已經成年了 所以他就把那個房子過戶到連勝文名下 這樣連戰就不用申報 所以他名下是沒有這間房子的 可是當時連勝文名下 就莫名其妙多了一間房子 1993年的時候連勝文才幾歲 才差不多23歲24歲 所以等於說你大學還沒畢業 或是說大學剛畢業 你就可以在加州買一間房子 可是這次連勝文申報財產 有沒有這間房子 沒有 據說那個房子是十幾 內棟房子有十幾個房間 內棟房子我聽陳立宏這樣講 說後來這個連方宇 他們就賣給了一家房屋仲介公司 可是那家房屋仲介公司的地址 竟然是連勝文舊金山人 他家那個地址 那我判斷 這樣子就是說他們成立了一個公司 然後賣給一 賣給公司就轉出去 賣給公司就轉出去 就不在連勝文名下 你難以監督他 OK好 那我剛剛講很多事情是我判斷 讓大家認為有沒有道理 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柯文哲的財產 我們用這麼嚴格 他也拿出來給大家胎 胎你知道嗎 要胎啊胎嘛 過濾 沒有連勝文你很簡單嘛 你不要十五年 十年就好了 你的報稅資料 你這十年有在台灣嗎 對不對 有啊 有嗎